随着Apple M1芯片的发布到现在 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 开始使用Mac电脑了 当然作为视频创作者 我自己也是长期使用Mac 不管是手机还是Mac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用类子应用 今天的视频来聊聊 可以说是Mac上最低调的应用程序 预览 嗨大家好 我是小鹏 好久没有聊Mac了 我相信看视频的理 日常使用预览这个应用 多数是用来看图 其实它能够做的 可能远超你的预期 我日常做视频 很多时候需要用到各种图片 这就涉及到抠图了 打开图片 右上角显示标记工具栏按钮 然后再到左边栏找到即时Alpha 它有点类似Photoshop中的模棒 只需在背景处点击选择一下 然后再按删除就可以了 这样区别的操作就完成了 Apple全家桶的朋友 多设备联动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使用键盘上的控格键 单击图片预览 点击显示标记工具栏按钮 这时可以选择二级菜单 下拉显示你的其他移动设备 选择Apple mini 6 启动随航功能 这样方便你使用触控模式来做一些编辑 比如在图片加上手写的涂鸦或者是标注 Mac上会同步结果非常方便 我平时同步几个平台的内容在上传视频封面的时候 各个平台的要求也不一样 某些就限制在两兆以下 这样就必要调整图片大小了 点击显示标记工具栏按钮 选择调整大小 接着输入相应的尺寸 由于是同比例收放 只需要输入宽度就好了 然后确定即可 另外使用预览 我们可以查看相关图片的地理信息 如果你不想暴露太多隐私 点击上方的显示检查器 选择更多信息找到GPS 进行查看或者删除地理位置信息就行了 日常我们需要把Excel表格转换为图片的时候 我之前是用Mac自带的截屏APP 其实预览就可以做到 直接在表格中框选你要的内容复制 然后再打开预览 你可以直接用Command加COME隔键 找到预览打开 左上角文件 选择从剪接板创建文件 选择你需要的格式就OK了 我经常会在网络上找一些图片素材 进行后期的编辑 但有时候会下载到WebP格式的图片 它的兼容性不太友好 某些APP不能用 这样预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打开图片 选择导出 选择你要的格式 还是在我日常的创作中 也经常会找一些APP的ICON 比如我现在做的这个 打开Finder 进入应用程序 找到你要的APP 比如今天的主角 预览 右键选择显示简介 选择ICON Command加C复制 打开预览 选择文件 还是从简介板新建 这样就成功了 你可以在左边栏中选择清晰度最高的那个 右键导出即可 另外处理一些简单的图片颜色 也无需打开专有的大型APP 在工具中选择调整颜色 在颜色面板中就可以进行调整 尤其是进行一些反射的操作 比如我需要把这个问号改成黑底白色 非常方便 讲到PDF简单的处理也无需Adobe 先将PDF界面调整到缩列图模式 该模式下可以直接拖择PDF页面 方便的实现次序的调整 另外提取特定的页面 操作也是直接用拖择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Mac上很多操作就是这样直接拖 无脑操作就OK了 可以提取 当然也同样可以拖入追加页面 无论是把现有的PDF文件拖入还是两个PDF文档互相拖入都轻松应对 那么用此方法也可以合并多个文档 有些原始的实体文件本身自己颜色很浅 扫描为PDF文档后效果不好 我们可以使用预览文件导出 在滤镜中选择Netness Decrease 减少亮度 保存就好了 你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叫 Reduce Fine Size 它是PDF文件压缩 它是什么意思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最后说到签名 点击右上角的显示标记工具栏按钮 然后点击签名 如果之前没有的话 可以创建一个 这里建议使用移动设备 我还是选择用Apple Mini 创建好以后 直接拖到指定位置即可 OK 今天所有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Apple设备Netness的应用 往往功能是刚好够用 如果你只需要处理一些基本功能 免费又无脑操作的Netness App 相信你会爱上它们 当然 如果你是苹果全家种用户 那么体验上会进一步提升 预览这个应用不起眼 但功能异常强大 如果你也知道其他好用的App技巧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分享 你的留言非常重要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